第12期疫苗第一阶段预约 今天中午截止了 最快可以在10月22号接种 错过这一波 就要等到第二阶段 10月25号才可以预约 但其中莫德纳疫苗第二季 符合资格的人数多达62万人 却只有18万人完成预约 还有很多人喊约不到呢 指挥中心后来经过清查 发现有11.5万名65岁以上的长辈 他们已经造册 但还是有上网预约 造成重复预约有排挤到其他人 引起55到64岁的民众 如果您符合资格又没有预约到的 第二阶段可以优先预约 11月22号开放限时6个小时 而其他预约乱象呢 有不少民众要跨区或者是跨县市 才能预约到 气氛的直呼 这个找疫苗怎么跟难民没两样 第12期疫苗第一阶段预约截止 统计疫苗完成预约的 BNT有101万人 AZ则是68万左右 而莫德纳第二季 符合资格的人数有62万人 却只有18万人完成预约 还有人预约不到 经过清查才发现 有11.5万名65岁以上的长者 已经造册在海市上网预约 造成重复预约排挤到其他人 因此指挥中心宣布 10月22号开放给55到64岁的民众 第一阶段符合资格又没预约到的 优先预约限时6小时 这一回第一阶段预约可说是乱象平平 有民众想预约的院所和离家境的接种点都额满 得跨县市预约 临近文山区的可能新店啊 深坑还有没有名额 一看也全部都没有 最后北市的里长 我们只能建议说 那你只能跨区去永和 就是一个很吊诡的状况 所以民众其实就是很困扰 然后很多真的是蛮愤怒的啦 里长无奈表示 跨区预约的民众真的不少 也有台北市的民众扫完台北市12区 新北市29区发现通通额满 等到深夜加开场才约到 还有新北市民众选到三重院所才约成 大探到处找疫苗跟难民没两样 以为每个接种点的施打额度会经过统计 结果最后得用抢的到处找疫苗 让民众忍不住开骂 难道意愿登记是假的吗 如何避免乱象再发生 中央和地方得提出具体解方 绝绝不懂